我们把它录下来看一下 这些呢就是消化细菌的菌膜 为什么一直说要用干粉消化细菌 同样每毫克干粉的消化细菌含量 要远远大一叶体的消化细菌 那么干粉的消化细菌呢 一定要选这种自带菌粮的 什么是菌粮呢 就是消化细菌的食物 比如你要新开一个浴缸 你的浴缸里面没有任何消化细菌的食物 只是素来水 那么这个消化细菌靠什么生长繁殖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消化细菌菌粮 看一下这杯放置了78小时以后的消化细菌 消化细菌已经大量活化 并且到杯子底部产生了菌膜 这就是为什么要选带有精良的消化细菌的缘故 平时我们在浴缸里面 虽然很难用肉眼去直接观察到 什么是消化细菌 但是它无处不在 比如这根氧气管子上 我们摸上去 它是比较粘稠的粘乎乎的 这个白色的上面的这个粘稠物 就是消化细菌 我们把它录下来看一下 这些呢就是消化细菌的菌膜 消化细菌一旦复着在浴缸里面 任何一种介质上面 比如说过滤里面的细菌污 水流只要掺过 被大量消化细菌负责介质 就能被净化 每掺过一次 就会被净化一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鱼缸水供的流量 建议选鱼缸水体的8到10倍为止 那么什么时候使用呢 新开缸可以添加快速培养出消化细菌 日常维护的时候呢 每次换水时可以添加一下 防止消化细菌损耗过多 水质崩溃